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袁冰妍真是个宝藏女孩 古装扮相可言可甜 不愧是琉璃女主角 说起袁冰妍 想必小伙伴们都很熟悉 虽然她在16年出演老九门之前 她的名气还不算突出 但在今年琉璃以古装造型亮相后 小机灵鬼袁冰妍快速走红 大家对她清纯甜美的古装造型津津乐道 不禁有网友大呼 袁冰妍究竟是怎么生得那么美的 颜值逆天 简直就是公主本人吧 也有人说 袁冰妍就知识和出演古装剧 演现代剧不太行 不过有一说一 基本没有谁在经受过袁冰妍的古装造型后 不为其清新的 一 造型甜美可爱 俏皮西京 袁冰妍的造型很多走的都是清纯的路子 但是因为逆天的颜值 以及总是给人一种小机灵鬼的感觉 让袁冰妍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而琉璃里的古装造型就让原本是清纯的造型 变得可爱了起来 仿佛时刻会蹦蹦跳跳 经常一副林家小妹的模样出现在面前 满足了可可对古装女主角的一切幻象 古装风格的服装选择 袁冰妍的古装风格 其实是经过考究的 首先第一点是根据影视作品的内容不同和情节不同而选择的 第二 在风格方面 袁冰妍会偏向于选择不是太华丽的服装 但是却格外注意细节 具有漂亮的裙尾长白 颜色的搭配方面比较鲜艳 但是也不会太复杂 毕竟要为了符合了她机灵可爱的形象 才会有整体的效果 妆容 袁冰妍的妆容选择也是以淡妆为主 不会有太突出的部分 整体表现出来的是清纯和活力 可爱甜美的样子 还真不愧是很适合眼古装角色的姑娘 难怪很多网友都说 这哪里是眼古装戏 完全就是小公主本尊啊 二 可甜可言的形象打造 帅气的服装搭配 袁冰妍小姐姐除了甜美可爱的风格以外 也有过十分帅气的搭配 选择的服装依然不是太华丽 但是却更加修身 颜色方面也以冷色调为主 偶尔会有大红色的汉服出现 但是也不影响整体带来的冷峻效果 因为红色是一个很特殊的配色 在特殊场合比较喜庆 但也能有干练的效果 所以不同的服装风格搭配 能够出现不同的效果 妆容 在妆容方面 与甜美可爱又完全不同 眉形相比起另一种风格来说 更加平直 弧度小 因为这样的眉形更加凸显出气质 就好似是另一个人 之前甜美的小公主风格 变得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女侠风范 不得不说 袁冰岩小姐姐在演技方面还是到位的 并且无论是什么样的风格人设 都可以轻松驾驭 3.服装搭配方面很注重细节 耳饰细节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 袁冰岩小姐姐的每次造型都有一个细节 每个耳环都不一样 当化身小公主的时候 挂的是耳钉 而一些比较端庄的造型时则用的是带挂坠的耳环 类似女侠的造型则没有耳环 这每一个不同的耳环带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 与不同造型适用的不同场合也相符合 所以在考虑配件的时候 也要注意与自己的整体效果或是传达的意思有没有违和的地方 不是因为配件好看就可以摆搭的 发型的变化 在发型方面 袁冰岩小姐姐的每一个古装造型都是下了功夫的 活泼一些的风格用的是一个发型 女侠风格又是另一个造型 该端庄时就一定端庄 全是满满的细节 相反 如果让女侠风格配上一个端庄的发型 那么完全是不行的 绝对是充斥着违和感 而让端庄的形象加上一个干练的发型 感觉也是完全不同的 服装颜色的选择 对于古装来说 除了款式以外 色彩搭不搭掉 配不配合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点 像袁冰岩小姐姐在选择女侠风格的时候 搭配的是红色以及白色的古装 这样的服装无论是从影视角度 还是视觉体验方面 都能够将果断的女侠风范给表现出来 如果穿着一袭粉色 手里握着的是刀剑 那么根本就没有女侠的气质 道具的选择 古装风格讲究的是整体效果 所以不仅是服装和配饰方面要注意 连手里的道具也是要好好选择的 像是一把纸伞或是一把刀剑 就能有一种女中女侠的感觉 更加让整体效果凸显得更加明显 但是如果是让小公主握刀剑的话 从视觉效果来说 只会是一个会武功的小可爱 很难和公主的形象联系起来 总之 我是真的爱上了袁冰岩的造型 无论是哪一个风格 袁冰岩都能完美驾驭住 现在也理解了为什么说袁冰岩是一个 只能演古装角色的女演员 果真是一个宝藏女孩 可颜可甜 古装扮相一个比一个美 小奇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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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